妈妈 我要听好文章 卖探人和绅士 选自爱的教育 作者亚米奇斯 翻译萧俊峰 昨天 诺皮斯向裴蒂说的那句话真是太不应该了 诺皮斯自以为他父亲 一个身材高大 留着黑须的严肃的绅士 差不多每天都送儿子来上学 是个有名望的绅士 就傲慢得很 昨天上午 诺皮斯和裴蒂吵架 裴蒂是班上最小的同学 她的父亲是卖木炭的 诺皮斯理亏了 无话可说 就大声骂道 你父亲是个穿破衣的叫花子 裴蒂气得连发根都红了 一声不响 只扑来扑来掉眼泪 裴蒂回到家里 哭着向父亲说诺皮斯欺负他 他那卖炭的父亲 全身脏黑 身材矮小的人 下午就陪着他到学校里来 当他把这件事向老师申诉的时候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这时 诺皮斯的父亲正在教室门外帮他儿子脱外套 听见有人说起他的名字 便关心地问老师 这位先生来这里 是因为你家卡罗对他的儿子说 你父亲是个穿破衣的叫花子 正说这件事呢 老师回答说 老诺皮斯听了 不禁皱起眉头 脸色也变了 他问自己的儿子说 你是这样说的吗 诺皮斯低头站在小裴蒂面前不敢回答 他父亲便拉着他的手臂面向裴蒂说 快请他原谅 麦太人想加以阻止 连说 不必了 不必了 可是 那绅士却不答应 再次命令他儿子说 请他原谅 照我所说的话说 我对你的父亲说了非常愚蠢和失礼的话 请原谅 让我的父亲荣幸地握你父亲的手 说呀 麦太人听了越发不安 好像在那里说 那我不敢当的样子 绅士催着说 快说 于是 诺皮斯低下了头 断断续续地说 我对于你的父亲 说了非常愚蠢和失礼的话 请原谅 让我的父亲荣幸地去握你父亲的手 绅士向麦太人伸过手去 麦太人握着使劲的腰 还把自己的儿子推进卡拉 让他去拥抱 请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好吗 绅士向老师请求说 老师就叫培蒂坐在诺皮斯旁边 待他们两个坐好 诺皮斯的父亲就向麦太人和老师行李出去了 麦太人看着这肩并肩坐着的两个孩子 沉思一会儿走到座围旁 对着诺皮斯表示出一种又感动又抱歉的感情 想说什么 但没有说出来 他张开双臂想去拥抱诺皮斯 但没敢去抱 只是用他粗大的手 抚摸了一下诺皮斯的前额就出去了 到了门口 还转身望望他们 老师对大家说 大家要把今天看到的这一幕牢记在心 这可是本学年最好的一刻了